港珠澳大桥是中国建设史上历程最长投资最多施工难度最大的跨海桥梁 被业界誉为桥梁界的珠穆朗玛峰 大桥全长55公里是连接香港珠海和澳门的超大型跨海通道 按照工程进度大桥最迟将于明年年底前建成通车 不过最近有人质疑大桥的实用性引起外界关注 英国卫报认为大陆和香港澳门汽车牌照不能通用 交通规则各异 内地汽车是左舵靠右行驶 而港澳汽车是右舵靠左行驶 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有桥三地车辆也不能畅通无阻 那么穷八年之力浩亿万之资的巨大工程最后会造成有桥不能通车的局面吗 实际上内地和港澳确实存在诸如车牌交规通行习惯等方面的区别 但是这些并不能造成有桥不能通车的情况 行程一万多公里东起连云港西至荷兰路特丹的欧亚路桥铁路系统 几十年间在九个车不同轨书不同文的国度畅行无阻 始建于1988年耗资63.6亿英镑的英吉利海峡隧道 不仅英法两国的机车往来无阻就连标准差异较大的比例时 德国机车也照跑不误 全程穿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港珠澳大桥就通不了车了 长年以来左右之别交规之意为阻碍国内地和港澳间的车辆交流 在无桥无碎时代都能妥善解决的问题 难道有了一座好桥反倒成了某些人口中的问题了 所谓的桥梗归根到底是某些人的新梗 好在港珠澳大桥交付在即很快我们就可看得一清二楚 事实胜于雄变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各位小伙伴也有机会驱车经过这座宏伟的跨海大桥 有机会在人工岛上的休息区平南远眺林丁阳的盛景 珠三角城市链的繁华和天南明珠一线连的壮观景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